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一去跳就是三个钟头还不肯散 不久以后我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 我就在参加了一些旅行以后 发现我也许可以在银法族跟大家谈一谈我成家旅行的情形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银法族来分享我的旅游的报告 到了2009年的时候 银法族在Senior Shoreline的Senior Center 去租了一个旅教室 我就在那里一个礼拜一次做旅游报告跟上英文课 这两个活动保持了好多年 到了银法族在Greenwood开了一个新的office以后 我们就从Shorline Senior Center转移到银法族的新的office 又在那里过了几年 终于到2月2016年的时候 Greenwood office关掉了那里才停止 这中间呢 我在Belview的部分经常的会有旅游报告 从2014年开始 这个报告就变成固定的一个月一次 这样就一直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六年了 从最开始 徐霸就一直把我的演讲都录下来 放在Internet上 可是那个效果总是不大好 它的声光比较差一点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的PowerPoint的照片 看得很不清楚 没有想到到了今年2020年 这个新冠疫情开始以后 大家都不能一起聚会 建安就开始把这些活动都放到 用Zoom来放到Internet上 这样不但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不同的活动 而且也连开车都不需要 就坐在家里就可以坐 对我来说 这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我的PowerPoint 可以在Zoom上面直接接上去 所以看我讲旅游报告的人 很清楚地看得到每一张照片 那这个效果既然这么好呢 我就也开始把我的英语绘画课也拿出来 从7月1号开始 在建安的Zoom上面 到现在大家都相当的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我也很感谢建安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和大家分享 建安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其中我也参加了好多个 每天都忙得不得了 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痛苦里面 得到很多的安慰 而且继续和朋友一起 可以在Zoom上面聊天 我希望大家都能多利用这个机会 来参加建安的各种活动 我的旅游报告是 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六上午 10点到12点 这个节目如果不当场看的话 事后也可以在YouTube的account上面看得到 另外一个节目是英语绘画 是每星期三的下午 2点到4点 谢谢大家 以下来是公共卫生局有关新冠病毒COVID-19的重要信息 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叫黎炳伦 是人人服务社的顾问 人人都希望学校和企业尽快重开 唯一的途径 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做好 每一步的预防措施 这些已经是新的常态了 防止病毒需要采取以下每一个步骤 外出的时候 外出的时候 配戴面罩 遮盖你的面和嘴 还要经常洗手 避免与人面对面接触 聚会规模要小 尽量选择在户外见面 减少室内见面 尽可能与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 如果遇到有不舒服的症状 马上检测并且留在家旁边 多谢你尽你的本分 保自己 互传闻 我是人人服务社的黎炳麟 紧代表公共卫生局 祝大家全家平安 多谢各位 平儿 你原谅我 我整世人就是做错这件事 我怎么都想不到他今天还在生 今天还找到你治愈 我想这些 真是天意 事平 我老了 刚才我叫你走 我好后悔 我打算 寄两万元给过你 现在你既然来了 我想平儿是个孝顺仔 他会好恐事逢你 我对你不住的东西 他会补偿的 平儿你跪下 不要以为自己在做梦 这个 是你的亲生母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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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